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有着世界最强的经济 最强的军队 最稳固的社会架构 但是我们的国家 被一群 no need no call 带领着 我们的政治人物 在上掌权的人 分不清楚事实跟现实 或者是我们的国家的人民 变得越来越 no need no call 选出来 这些no need no call 来带领这个国家 世界最强的军队 是由一个no need no call 带领的 参谋Mark Milley 则是被指控 Gone woke 觉醒了 然后他说 什么是woke 什么是觉醒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so injecting yourself into politics is not the same as being informed by the environment that you're operating in if you're operating or rendering advice any any civilian authorities you do have to be informed and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rain that you're operating in so blissful ignorance isn't one of those courses of action you need to be informed of the society that you defend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you're operating so a broad education i think is critical to any professional officer 这边先暂停一下 这位军事参谋在说的就是 他的军队为什么要学习那些 呃男人其实不是男人 同性恋 同婚 黑命贵 是因为 我们的军队要在执行的地方 掌握地方的军情跟文化 我们需要了解 我们执行军事行动的地方的民众的思考模式 我可以了解他在说什么东西 例如说美军在伊拉克 在阿富汗 在叙利亚 甚至在日本 南韩 美军是需要知道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以及习俗 这是一个管理 同时也是为了当地的这个军队的安全考量 但是 现在这是一个 非常可怕的思考模式 因为 美国会出现这个样子的士兵 I understand that if active duty military actually get deploy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apon is not just pointed at other people other countries It's pointed at you If you do not get in your house When I tell you to You become the enemy Yeah 不要以为美国的士兵会比较有道德 比较有美德 美国的军人都是爱国者 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 美国人也是人 当任何人有权利 而且被允许打压其他人的时候 都会这个样子做 各个国家在疫情当中 都出现过这个样子的人 中国的大白也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有一条法规叫做 Porses Committed Act 安置观动员法 这个法律是禁止 任何联邦的军队 在美国国内出勤的 也就是说 平常普通的日子里面 美国国内的美军 是不可以执行任何任务的 除非美国国内 发生了大规模的 大幅的叛变 或者是政变 总统就可以执行 一个叫做 Insurrection Act 反叛乱法 或者是暴动法 这个法案成立通过后 用过的总统 有Eisenhower跟JFK 两个都是为了要 喝止南方的白人至上 攻击黑人 让黑人可以平等的上学 促中种族融合 也就是说 这位参谋 是在把美国人 美国的本土 当成是一个 占领区 跟被占领的人 这个思考模式是个非常可怕的 所有极权主义的政权 看他们的人民 都是这个样子看的 好我们继续看他 接下来说 是关系的 明天美国的研究 美国的研究 完全一样 那么 你不真正确的 我是无论是什么的 诺文 我相信 我看到我 是一个 非常强力的 强力的 也几乎 实际上 我们计算的 是再次 决定的 如今 以后 有什么叫做觉醒啊 对不对 你覺得我覺醒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覺醒 你怎麼會認為 我有任何覺醒的想法 你有任何證據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General Milley 覺醒的證據 呼籲 我真的要認識 那裡有任何人 法定義 是一國的 當中文靈 還要去解釋 我 bob虎 看到了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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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想說 我也讀過毛語錄 我也讀過馬克思主義 但是跟這位軍事參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完全不同意那些共產黨的 他說的東西 我用聖經的角度來看他們 是在抹滅真理 抹滅宗教 抹滅人性 造成大屠殺的思想 然後General Milley 你想要了解白人至上 你想要了解批判性種族理論 然後你現在在那邊說 但是我不了解什麼是覺醒 我只知道每個人 軍人都要讀這些左派的思想 左派學者的著作 來了解身為一個白人 有多麼的邪惡 這樣子錯了嗎?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覺醒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覺醒是什麼意思啊 事實上就是這個說法並不是第一次被使用 而且使用的人並不是左派 左派非常驕傲承認自己是覺醒的 他們認為他們是在做好事 實用我不知道覺醒是什麼 這個說法的人剛好就是 我一直以來支持的川普總統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川普是怎麼說 是怎麼看待覺醒這個說法的 I don't think he was too woke he was the exact opposite you know what woke means it means you're a loser everything woke everything woke it's true everything woke turns to shit ok it's true it's true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然後這是他最新對於覺醒的說法 為了要攻擊佛州的州長 Ron DeSantis的這個Stop Woke Act he was in Iowa a week before accusing too many people of overusing the term woke without defining it just hours before he overused the term woke without defining it let's listen it's gone sick and I don't like the term woke because I hear w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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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it's like just a term that use half the people can't even define it they don't know what it is lay tell a lot of things going on with our military with the woke and all this nonsense and not they're not learning to fight and protect us from some very bad people they want to go woke they want to go woke that's all they talk about now I see letters that are being sent it's horrible that was 10 hours after the first comment very cool 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那兩段的 視頻被錄下來的時間 相隔不到10個小時 那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覺醒是什麼 各位這邊可以先暫停一下 你認為覺醒是什麼 然後把你答案寫在下面 因為其實有很多自稱是保守派的人 但卻不知道覺醒這兩個字是什麼東西 很多人會以為說只要支持川普就是反覺醒 或是只要支持Dissantis就是反覺醒 但是什麼是覺醒 覺醒的意思就是 極端的自由主義 就是這麼簡單 那自由主義是什麼 Liberalism是什麼 Robert Frost 叫這個自由主義人士是 A man who is too broad-minded to take his own side on a quarrel 一個人思想開放到 在一個爭執裡面 他沒辦法同意自己 沒辦法跟自己站在一起 這就是極端主義的結論 一個完全建立在個人主義 個人自由 個人喜好上面的一個主義 導致荒謬的思想 完全反對人性 完全反對常理 完全對 完全反對事實的總結 這個就是覺醒的定義 然後美軍開始接受了 而且傳輸這些反對人類 先不用說性向 對我來說 如果一個同性戀 他就是很能殺敵 你給他一把308 他可以打中一英里以外的一顆西瓜的話 他當軍人 我完全沒有意見 但是當我們的軍人開始 連性別都搞不清楚了 當我們的軍隊開始在乎的是 批判性種族理論 而不是如何殲滅我們的敵人的時候 這個樣子 這個國家的機構 軍隊這個國家的機構 就完全沒有存在的意義 完全沒有任何的戰鬥力 而且跟軍隊為什麼要存在的原因 是完全跟事實相反的 特別是 如果有個女兵說 他們不是要來保護美國人 而是要把槍指著美國人的時候 軍隊就根本不應該存在 因為他們的存在是違反的 為什麼美國需要軍隊的一個事實 所以是的 現在的美軍就是覺醒的 就是沒有任何存在的目的跟意義的 沒有任何的動力 就是個沒有用的燒錢的機器而已 燒錢的機構而已 詩篇第33篇13-19節 耶和華從天上觀看 他看見一切的世人 從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 他是那造成他們眾人心的 留意他們一切作為的 君王不能因兵多而得勝 勇士不能因力大而得救 靠馬得救也是枉然的 馬也不能因力大而救人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愛的人 要救他們的命脫離死亡 並使他們在飢荒中存活 我們今天可以來討論一下 覺醒為什麼會成為世界的墮落 國家的墮落 甚至全世界最強的軍隊的墮落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活著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活著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活著如果沒有目標的時候 當我們活著只是為了要滿足自己 不管是財富、權力、聲望還是信譽 這些東西基本上很容易被滿足 但是卻永遠無法得到真正的滿足 美軍曾經代表的是正義之師 為了自由、為了保護天賦人權的軍隊 這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年輕的 美國男子會想要加入 因為這代表著他們在為了一個 比自己更高的主宰 比自己的慾望更有意義的國度而奮戰 為了別人的自由而犧牲 為了別人的生命而奮鬥 所以我們的敵人聽到看到就害怕 但是當我們的軍隊是為了滿足自己 做自己、滿足自己的性取向 可以有社會福利 不用付大學的學費 可以由美國的公民而加入的時候 年輕的男子就會覺得說 加入這些機構 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我不用當兵 我也可以做到這個樣子的事情 當兵只是一個放縱的捷徑而已 沒有任何的意義 這樣子的情形就是會導致 我們的士兵、美國的美軍 連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 同樣的道理也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當中 你為什麼會是個基督徒 你為什麼會去教會 你為什麼會想要參與在政治裡面 你為什麼會想要抵抗覺醒文化 因為詩篇第三十三篇寫得非常清楚 君王不能因兵多而得勝 勇士不能因力大而得救 靠馬得救也是枉然 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愛的人 要救我們的命脫離死亡 並使他們在饑荒中存活 美軍會對落 因為他們失去了對神的敬畏 同樣基督徒也會墮落 如果我們失去了對神的敬畏的話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一期節目的目的 都不是在說你一定要相信川普 或者是德桑帝師 或者是誰誰誰誰誰 而是要建立自己 建立家庭 因為誰都救不了你 誰都救不了你的家庭 誰都救不了美國 除了你親自的去敬畏神 神才會救你的命脫離死亡 並使你在饑荒中存活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